现在孙颖莎的失误稍微有些多 很多球都是自己主动发力的球失误了 再回来 反手顶住 9比8 拱中路 打发强 好球 漂亮 第三局当小婚3比2的时候 教练组赶忙喊下暂停 奇异发现了伊藤美城的破绽 再则赶忙给莎莎做一波心理疏导 就这个暂停之后 孙颖莎的整个状态和战术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莎莎不断地抢攻伊藤美城的正手位 主要的失误都是在伊藤的正手 她的正手还是她一个短板 轮番攻击之下 伊藤美城也发现自己的故事 在赛场上侧身调节寻找突破之法 莎莎越打越猛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的孙颖莎犹如魔王降临 完全支配整局比赛 伊藤美城状态由胜转摔 着急无奈的表情全部展现出来 莎莎从一次次呐喊中突破 伊藤美城几经挣扎还是无力回天 拍上了一分 还是发长的 还是发出来掉 好球 最后的决胜局可谓惊险万分 伊藤美城打出不少博莎好球 比分一度来到10比7 伊藤美城守博赛点内心洋溢着喜悦都要挂不住 只要再拿下一分就能宣布比赛终结 但是孙颖莎在紧要关头背水一战 好球 10比9 直接上手 莎莎每一次得分都能让伊藤美城的效率减少几个 孙颖莎发球 反手撕住 好球 漂亮 其实这个球正守卫 漂亮 最终联赌5分完成今天大逆转 教练组激动万分举手呐喊 2019年11月的新加坡战钻石赛还是遇到伊藤美城 好的拿下 双方苦战7局最终以大比分4比3拿下比赛 伊藤美城都发球 孙颖莎赢了 两个月连续三杀伊藤美城 荣获人间纸藤片称号